HELLO 大家好 我是翔翔翔 我大概從好幾年前開始就沒有使用實體的效果器了 大部分都是使用軟體的效果器 其實操作起來的概念跟綜合效果器沒有什麼兩樣 只是介面更自由 因為都是用滑鼠填來點去 然後使用上更多元化 簡單來說我就是把吉他 接到錄音介面 然後錄音介面再接到電腦 再從錄音軟體裡面開吉他的軟體效果器 錄音軟體用的是Prisoners的Studio One 3 但我覺得這個可能比較沒什麼差別 吉他效果器用的是IK2的Amplitube 4 再早期一點的話我用的是GuitarRigger 5 但後來我覺得 Amplitube的介面 然後使用方面都比較符合我的習慣 所以我才轉到Amplitube 4 這樣 而通常我習慣不管拿到什麼效果器 我都是會先 調出四大種類的音色 那是哪四大種類呢 第一個就是CleanTalk 也就是不含任何破音的乾淨的音色 第二種音色是Overdrive 簡單來說就是比CleanTone還要再多一點點破音的感覺的音色 常常會在藍調之類的樂風可以聽到這樣子的聲音 第三種音色是Higgen的Rhythm 第三種音色是Higgen的Rhythm 就是拿這種音色去彈Power Code之類的 就是比較偏Metal之類的音色 那所以他聽起來比較細麻比較硬 第四種音色當然就是SoloTone 那他的Gang可能也會最高 有時候我會習慣在後面加一點Delay 然後可以讓我不用彈那麼多的音符這樣子 OK 所以這些大概就是我使用的基本音色 然後我會再依據我現在要彈的歌 去加可能Chorus或是Facer 或是Flanger之類的 各式各樣的會依歌曲再去弄 但是這四個基本的音色我會先調出來 就是不管用什麼效果器我都會先調這四個基本的音色 那至於效果器細節使用方法呢 那我們之後有機會再找時間聊囉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掰掰 iony 街頭